三倍券只能热闹有余 但是它的经济效果非常的有限 朱立伦批批起三倍券很大力 但是国民党自家候选人李梅珍抄袭论文 朱立伦敢不敢批 错了就要道歉 我想梅珍已经道歉了 那我今天还是会到高雄去为他站台 强调李梅珍已经道歉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让全党上下气势大伤 甚至出现了切割潮 就怕跟李梅珍走太近跟着陪葬 而国民党最大的地方诸侯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不出席李梅珍的 敬总成立大会 在市政优先以下 我会做我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我绝对会前例以赴 但是我也希望 不管发生任何风波或显然 一定要诚心诚意的面对问题 梅珍去抽签的那一天 或者是今天 我都一样秉持这样的信念 作为国民党的党员 支持我们国民党提名的同志 虽然说李梅珍承认错误 但却是在事后第二天 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提名李梅珍的江启臣 又该不该负责 那我相信我们也会支持江主席来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 我想这个部分这个李梅珍当事人他已经出来道歉 他做了最勇敢的承担 那我想这一件论文的处理就是到此为止 不论是现任党中央还是想挑战主席大位的朱立伦 都希望论文争议可以快点画下句点 但是要怎么扭转 选民看法真的是国民党一大难题 欢迎新闻 另外续谎 宁臣 台北报道